见我不动,萧无忌陡增怒气,今日是藩帮来我朝和亲的日子,你别闹得太过分,还不快滚回新者库,等着镇下纸打你板子吗?他顺手拿起桌上茶盏,就要往我身上扔,一旁内奸急忙回话,这是和亲的喜福,陛下,他是那个自愿和亲去藩帮的公奴。 萧无忌手一抖,茶盏落地,碎得彻底,一小块碎片蹦起来,在他左脸刮出一道血痕,他推倒上前的太医,僵硬起身,扯起一抹笑走向我,你胆子大了,敢收买那间框片镇? 他的声音有些颤抖,看在幼年情义,你,你跪下认错,正不跟你计较。 他还记得幼年情义,却忘了,在那个血液,他把我背回寝宫时,含着泪给我受伤的膝盖上药。 阿子,很疼对不对?无忌会快快长大,便强,再不会让阿子跪任何人,永远,永远,都护着阿子。 我顺从辽起裙摆跪下,俯身常拜,公奴将喜儿,自愿和亲,就此,拜别陛下。 不许,朕不许,萧无忌力声打断我,红着眼半跪在我面前,颤抖着握住我的手。 不是的,不是公奴,是说好陪朕一事的,阿子啊。 饶氏已经心死,听到那句阿子,我的眼前还是浮起水气。 恍惚间,仿佛又回到六岁那年,他又黑又瘦,紧紧抓着我,不肯松手。 我不要做什么皇子,我只要阿子,阿子,别丢下我。 六岁那年,我从奴隶场就下萧无忌, 后来才知,他是流落民间的七皇子。 宫里来人接他时,他拉着我不肯走。 我不要丢下阿子,阿子也别不要我。 可铁匠家的女儿,怎么配做七皇子的阿子? 为首太监吃笑一声,拿出二十两银子。 既是七皇子喜欢,便是你的福气,进宫做宫女吧。 二十两,是铁匠铺十年也赚不到的钱。 有这二十两,爹再也不用冒着烫伤的风险打铁了。 娘的肺牢,也有钱质了。 家里的茅草屋也能翻新,不会再漏风漏雪了。 这个冬日,爹娘能安心过下去了。 可爹娘不接银子,抱着我哭。 萧无忌拉着我,站在爹娘面前,第一次启示。 我定会护好阿子,我会求旨,准阿子经常回来。 我跟他拉勾勾。 拉勾勾,不许便,春节也要让我回来过,我很想爹娘的。 他郑重地点了头。 可入宫刚半月。 在春节那日,我收到了爹娘的噩耗。 那是场很大很凶的火,在冬日里烧了整整一夜。 烧毁了奴隶厂,烧毁了我家,还烧毁了救过萧无忌的小药铺。 听到噩耗,我不顾一切往宫外跑。 却在半路冲撞了贵妃,被她身边的人摁着跪倒在雪地。 贵妃用脚抬起我的脸,顶着这样一张脸到处跑,是要勾引陛下吗? 好带胆子,给本宫打。 我不住求饶,直言自己只是想去见见爹娘的,求他们放我出宫看爹娘。 鞭打没停,贵妃痴笑一声,死了就死了,你出去,他们还能活吗? 进了宫就是皇家的奴,心里只能有你主子,懂不懂规矩? 如此胡闹,真该扔进心者库,学乖了再放出来。 藤条抽破了我的衣裳,鲜血混着棉絮满天飞,像漫天火光,怎么也灭不了。 我被抽得奄奄一息,要被拖去心者库时,萧无忌赶到了。 她冲进来,推开所有人,二话不说把我背在背上,扭头走回寝宫。 身后是贵妃不屑地嘲笑,难怪有这么不规矩的宫女,原来主子是个不上台面的。 萧无忌没回头,没停步,只是把我抱得更紧了,那夜她跪在地上,给我受伤的膝盖,后背上药。 阿子,很疼对不对?无忌会快快长大,变强,再不会让阿子归任何人。 阿子,等等无忌,我会把天底下最好的都捧给你。 最好的是什么,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再也没有爹娘了。 阿子,你还有我,以后每年的春节,我都陪着你。 我永远不会丢下阿子。 入宫的第三年春,皇后亲生的皇子病逝了。 那夜,萧无忌拉着我,眉眼都是喜悦。 阿子,我们的机会来了。 阿子,我会豁出一切,抓住这个机会的。 先皇已老,嫡子已死。 现在傍上皇后,就是萧无忌向上爬的最好机会。 我握紧她的手,激动不已。 因为,这也是我复仇的最好机会。 这三年我已经查清,当年那场火,是贵妃的妹妹,不顾律法,不顾百姓,非要当街打铁花所致。 傍上皇后,才有机会扳倒贵妃。 无忌,我可以帮你,我可以豁出一切。 只要她能坐到那个位子上去,帮我报仇。 后宫皇子,除了贵妃所生,还有四个,都盯着那个位置。 那些皇子有生母谋划,萧无忌却只有我。 萧无忌靠在我的肩上,像小时候那样蹭了蹭我的肩膀。 阿子,我长大了,我有办法的,阿子只要等着我变好。 她开始变得忙碌,在几个宫殿中周旋。 半年后,两个生母卑微的皇子相继染上瘟疫。 又过了两个月,一个皇子骑马摔断了腿。 只可惜,还剩下的五皇子,已住进了皇后寝宫的冬天殿。 只差皇后点头,她便是皇后记名的嫡子。 皇后寝宫森严,萧无忌无从下手,眉头日日紧簇。 谋话这么久,只差这最后一个了。 那就由我来吧。 在一个雨夜,我瞒着萧无忌,带着一根御笛。 走进皇后身边太监总管,马公公的厢房。 马公公大场功夫,拿着冰冷御笛把玩。 我跪在她面前陪笑,急尽口舌之功,哄得她高兴不已。 拍着床笑道, 则,你家七皇子这大礼不错, 比五皇子这些银票子得心, 明日砸家就去跟娘娘说七皇子的好话。 她得意地笑着, 手中不停, 拿着御笛逼近我。 可就最后那刻, 萧无忌闯了进来。 她黑着脸, 一脚踢翻马公公, 拔出匕首, 当胸捅入。 接着从马公公床下, 翻出五皇子的信件和银票。 解下外山, 抱着我走了出去。 阿子, 不要这样。 无忌想往上爬, 是为了护住阿子在身边。 无忌什么都可以不要, 但不能没有阿子。 月色下, 她红了眼, 一滴泪挂在下巴上。 我的心漏跳半拍, 抬起头吻上那颗泪珠, 温热又闲色。 好, 萧无忌宫中杀人, 皇帝发了怒, 要把她关进宗人府。 她动用入宫以来积累的所有人脉, 散尽所有积蓄。 连生母留下的遗物都拿出来贿赂侍卫。 换来一块出宫令牌, 交给了我。 京郊有个宅子, 地窖里藏着五块金饼。 阿子, 好好活。 我不想走, 我怎么能眼睁睁看着她去死? 这是我就出来的, 又看着一点点长大的少年了。 她买通的侍卫劝我快走, 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谁也就不了她, 除非有天大的功劳能抵过。 功劳。 我一下子想起, 五皇子那些信件中写过, 皇后因亲生儿子病逝, 悲痛欲绝。 皇帝特允做一场转生法事, 却需要全因命格的女子, 心甘情愿放一碗心头写作引子。 五皇子能八戒上皇后, 就是在找到了全因命格的女子。 可那放出一碗心头血, 几乎必死, 那人并不心甘情愿。 我恰好就是全因命格, 也恰好心甘情愿。 我没了爹娘, 不想再没有她。 爹娘的仇, 也要她在, 才能报。 可心头放血真疼啊, 比被嬷嬷罚针尖扎指甲, 还痛好多好多。 可想到能以此换肖无济免死罪, 我强撑着忍了下来。 直到法事结束, 我亲眼看着肖无济被放出来, 才安下心, 彻底闭上眼。 等我在昏迷中醒来时, 肖无济已成了皇后济明的嫡子。 肖无济免了死罪, 用五皇子结党营私的证据, 让五皇子被皇帝咽弃。 肖无济生母已死, 身后五母族, 更好拿捏, 也就比五皇子更得皇后一党的心。 阿子, 我们赢了她眼中勤泪, 亲手为我喝参汤。 阿子, 再不要为我冒险了, 你倒下那刻, 我的心都碎了。 她的泪落尽身汤, 激起一圈一圈连衣, 后面的日子, 渐渐就好过了。 皇后贵妃两派之争中, 我和肖无济推波助澜。 入宫第六年春, 贵妃被废。 没过几个月, 先皇重病, 肖无济立为太子。 肖无济的身边, 也不止我一个人了。 皇后送来一批新人, 太子身边的大宫女, 最差的出身, 也该是小官家的庶女, 而不是我一个 出身铁匠铺的姑女。 可她却拉着我 跪在皇后面前。 她救过儿臣的命, 又做了臣多年贴身宫女, 儿臣绝不能弃她不顾。 皇后发了很大的脾气, 她怒斥肖无济, 辜负她和她家族的培养扶持, 却不顾大局。 我跪在肖无济身边, 看皇后历生责骂时, 似有若无看向我的眼神, 有点想笑。 我明白, 多年来, 肖无济身边只有我, 是我把她救出奴隶场, 也是我把她救出宗人府。 若这时弃我不顾, 会被人诟病不易。 不易不是一个即将继位的太子可以背上的骂名。 可皇后她不会明白, 我们相依为命多年, 我又怎么会让她背上这样的骂名? 我们的情义不是一个虚名能否认的。 我跪下请罪, 自愿做肖无济身边的洒扫宫女。 皇后很满意我识大体, 准我继续留下贴身照顾肖无济。 还亲口允诺, 若我懂事, 日后肖无济力辅, 可以准我为肖无济暖床。 肖无济脸色变了变, 回寝宫后半跪在我面前, 熟练地给我轻柔膝盖。 阿子, 我不会让你暖床的, 只是我还没能站稳脚跟。 今日的事, 别怪我好不好, 大宫女的身份本也不配你。 就算我不能给你后宫只一人, 我也会让你名正言顺站在我身边。 入宫第七年冬, 先皇驾崩, 肖无济即位, 成了新皇。 皇后妄图操控她做傀儡皇帝, 却不知她早已联合其他世家权势, 联合扳倒了皇后一党。 我站到了她的身边, 以女官的身份。 阿子, 朝局还不稳, 等我稳定一切, 会给你更好的身份。 这么多年都熬过来了, 我又怎会计较一个身份? 可我的心里, 确实很难过。 因为在新皇选秀那日, 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 贵妃的妹妹, 在冬夜当街打铁花, 害爹娘被活活烧死的那位。 为什么她还活着? 我忍不住, 冲去质问肖无济。 肖无济服额无奈, 贵妃母族是难遇陪侍, 四大世家之一, 先皇都不能连根拔除, 我怎能一上位就处置呢? 你放心, 我会慢慢除掉她和她背后的陪侍一族, 给我点时间, 好吗? 我心中有怨气, 却也体谅她极为的不易, 便等了又等。 过了两个月, 等到的却是她将陪侍女封为皇后的消息。 我不甘心, 又冲去质问。 她正在用膳, 看到我有些不耐。 阿子, 藩帮起了战事, 只有裴家才能出将士抵挡, 我必须稳住他们。 你等等, 等拿下藩帮, 裴家无用又无兵之时, 我会处理好的, 你理解理解。 肖无济, 我打断她, 你答应我的, 你全都忘记了。 阿子, 我不是。 她焦急抓住我, 被我躲开后, 她顿了顿, 缓缓站直身子, 深吸两口气。 她戴着串珠官帽, 串珠后, 她猝起眉头。 你在质问, 朕, 朕是承诺过, 会给阿子一个名分, 可没说是皇后。 阿子, 朕是天子, 你见朕回话, 该垂头扶耳, 而不是站着质问。 她一字一句, 说得很慢, 很清晰, 清晰到有些刺耳。 我张了张嘴, 只说出一句, 我, 从来没想过要什么皇后之位。 那便最好, 你还算懂事, 回去吧, 朕已经安排人收拾了一处偏殿供你住。 她打断我, 摆摆手, 像赶走一只不合时宜的文营。 我被内奸引着离开, 踏出房门时, 正撞见站在门外的新皇后, 陪侍女。 她眯着眼邪逆我一眼, 轻笑一声, 傲慢地走了进去。 陛下, 臣妾来迟了, 又让陛下被脏东西惹得不高兴了。 殿门缓缓关上, 肖无忌淡笑的声音露出来, 无妨, 无关紧要之人而已。 肖无忌给我准备的偏殿, 在御花园的东南角, 那里不知何时, 多了一大片的紫鸢尾。 那是我没进宫时, 最喜欢的花。 那时, 刚被我就吓得肖无忌, 举着小手跟我拉钩。 阿子, 等无忌长大了, 就给阿子种好大一片鸢尾。 我看得出神, 从夕阳看到了夜深。 昊月高悬时, 鸢尾从边急匆匆走过来一个黄色人影。 是肖无忌。 今日鸢尾从刚浇过水, 土地很滑, 肖无忌走得急, 一屁股滑倒在地。 我没有去扶起他, 看着他狼狈爬起, 踉呛走到我身边。 阿子, 你是不是对我很失望? 我没有忘记给阿子的承诺, 可藩帮战乱, 百姓也需要陪家军。 阿子今日那样质问吴迹, 吴迹的心痛死了。 你看, 吴迹知道阿子喜欢渊尾, 这些都是吴迹亲手种下的。 我知道阿子讨厌陪侍女, 在她还是皇后的时候, 阿子就住这里好不好, 等我处理好一切, 接阿子出来, 做我身边唯一的人。 阿子放心, 我只是需要利用他们。 我心里只有阿子。 他穿着沾满泥泞的龙袍, 像从前一样半跪在我面前, 小心翼翼地揉着我的膝盖, 眼中满是愧疚的泪水。 阿子, 我会经常来陪你的, 你乖乖在这儿, 等我一阵子, 好不好。 他小心翼翼 把右手举到我面前, 伸出一根小指。 我的心一下子就软了, 伸出小指钩上去。 拉钩, 萧无忌, 我再信你一次, 可没想到, 过了半个月, 皇后找到了我这里。 她仰着头, 像一只骄傲的天鹅。 你就是那个邪恩图报, 纠缠陛下不放的剑壁。 她带来的人将我摁住, 跪在她面前。 我怒瞪着她, 恨不得一把火烧了她, 让她尝尝爹娘当初的痛苦。 她却坐在我面前, 脱下一只鞋, 塞进我嘴里。 见壁, 感知是本宫。 看清楚了, 你就只配填本宫的鞋底。 本宫是陪侍女, 我们陪侍女, 生来就是要被帝王看重宠爱的, 你怎么配跟本宫争? 听说, 你当年还勾搭过一个老太监, 嘖嘖嘖, 真是不甘寂寞的贱货。 关在这儿, 可把你寂寞坏了吧。 来人, 把她拖到榻上, 今日本宫就赏你们这些太监, 好好满足满足她。 无数之手游离, 我拼命挣扎, 却不得挣脱。 陪皇后, 你这般欺辱我, 不怕陛下知道吗? 陪皇后却轻笑一声, 呵, 你是说你跟陛下那些屈辱的往事情谊。 她看到你一次, 就会想起过往一次, 本宫这是帮她呢。 那些太监愈发放肆, 我的发迹被他们扯乱, 发簪散落, 我紧紧钻住, 插进一个太监的眼睛里, 鲜血似箭, 哀嚎咒响, 那帮太监吓得四散。 我撑起身子, 盯着一边看戏的陪侍皇后, 钻紧银簪扑过去。 我要把银簪扎进她的脖子里, 大门猛地被推开, 一只手挡在银簪和陪侍皇后脖梗之间。 银簪刺进去半寸, 立刻鲜血如注。 阿子, 你。 我抬起头, 对上肖无忌的双眼, 眼睛上映着我, 发丝杂乱, 双目腥红, 浑身只挂着几块破步。 她倒吸一口气, 解下披风把我裹起来, 抱到床上。 陪侍皇后站在她身后, 窃窃开口, 陛下都怪臣妾, 本来只是想让宫人布置下这里, 给她换一身好点的衣裳, 没想到, 她如此厌恶臣妾, 竟还想杀了臣妾。 萧无忌皱了皱眉, 起身长叹一声, 目光看着我。 谋中有心疼, 有不解, 有无奈, 还有一丝丝怀疑。 不要再有下次了好了, 答应, 震。 那次之后, 萧无忌来得越来越少了, 我心里生了她的气, 也不想去找她, 内务府最会捧高踩低, 紧跟着也减少了我这儿的供应。 第一场大雪下来的时候, 我被冻病了, 房里已经没了炭火, 窗纱也被风冻得裂开, 四处漏风, 就连吃食也没了。 我把所有衣裳穿在身上, 想尽量暖和一点, 然后走出了店门。 我想去要一点炭火, 一点吃食, 我不想冻死在这里。 我艰难走到御花园西北角, 想顺着那里去萧无忌的书房找她, 可转过回廊, 却听见了萧无忌的笑声。 不远处, 裴侍皇后正依偎着萧无忌款款走来, 身上披着漂亮的弧球, 手里捧着火炉。 娇撑着, 陛下, 臣妾的父兄打了胜仗, 您可开心。 我低下头, 看着一身鼓鼓囊囊花花绿绿的衣裳, 鼻子泛起酸。 我往后退了两步, 躲在假山后。 我不想被陪侍皇后, 被我的仇人看到我这个样子。 耳边却突然响起陪侍皇后的声音, 哎, 那位是哪个宫的宫女? 不知道这里只有皇帝和娘娘才能来吗? 你。 立刻跑来两个侍卫, 把我拖出去扔在萧无忌和陪侍皇后面前。 萧无忌对上我的目光, 眸子一震。 阿子, 你怎么? 我满腔委屈, 即将倾泻而出, 却被他接下来的话堵了个岩石。 你怎么擅自出来了, 还穿成这个样子? 我将在原地, 他的话好冷, 比我膝盖下的雪地还要冷。 陪侍皇后得意轻笑一声, 上前扶起我。 罢了, 罢了, 是不是听说陛下赐给臣妾一身狐求吃醋了? 那也不该出来胡闹才是啊。 来, 本宫送你下去更衣。 他拉着我往一边桥上走, 走出几步后, 小声在我耳边怨读道, 上次留你一命, 还想出来勾搭陛下, 这是你自己找死。 下一秒, 他猛地移拽我。 我下意识往后挣脱推他一把, 他顺势往后一倒, 栽进积满厚厚血层的湖面。 萧无忌急不跑来, 二话不说, 跳下去抱起陪侍皇后。 而后一步一步走到我面前, 用无比陌生的眼神看着我。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为何要出来闹事? 我没有, 我好冷, 唇齿打颤, 说不出话。 我出来, 只是想找一些吃的, 找一些炭火。 我只是不想冻死在那里。 顺便, 想看看你。 萧无忌促眉打断了我。 你怎么如此自私, 裴家军还在厮杀? 你若这时害死皇后, 你让朕怎么跟裴家交代? 用你偿命吗? 好在玉湖结兵, 皇后无事, 不然, 你九族都不够偿命。 我的九族, 我没有九族了。 我的爹娘, 都已经死在当年陪侍女放的那把火中了。 萧无忌, 你都忘了吗? 骤然起寒风, 夹杂着雪莉, 刮在我的脸上。 可我感觉不到痛, 也感觉不到冷了。 风雪不及, 言语冷。 既然你不肯过安稳日子, 那便进新者库吧, 好好反省你错处。 她拂袖离开, 一个眼神都没再留给我。 入宫第八年春节, 我被关进了新者库。 管事姑姑从前受过我的恩惠, 没有过多刁难我, 只给我一些轻松的活。 她宽慰我道, 你与陛下是多年相伴的情分, 陛下不会不管你的, 或许过一个月就接你出去了。 可是过了一个月又一个月, 新者库的门再也没有开过一次。 渐渐地, 管事姑姑也不劝我了。 宫中偶尔有新消息传进来, 无非也是裴家军履历战功。 听说, 裴氏皇后愈发受宠, 也愈发跋扈, 萧无忌多夸哪个宫女一句, 第二日就会被皇后责罚一顿。 还有个女官爬了龙床, 被陪侍皇后刺了一丈红。 管事姑姑宽慰我, 你进来也好, 不然还不知要被怎么折磨呢? 换个角度想想, 这许是陛下保护你呢? 我轻笑。 把手举到她面前, 上面爬满了洞窗和伤疤。 那真要谢主龙恩, 这般保护。 管事姑姑进了声, 有些心疼地红了眼, 握住我的手。 你从前帮过我, 你要是有什么所求, 我能做到的, 一定帮你。 我垂头想了想, 认真道。 你帮我找一把闸刀吧。 我听说, 若是宫女断了手脚, 会给一笔钱, 恩准出宫。 钱给你, 我只想出宫。 管事姑姑吓得连连白手, 会死人的。 我了然, 我知道。 可我现在就是死, 也不想待在宫里了。 这是肖无忌的皇宫。 我的心死了, 我不想再跟她 有一丝一毫的瓜葛。 管事姑姑没帮我。 她说, 让我等两年, 万一皇后产子, 大赦天下, 或许可以出宫的。 都是爹生娘养的。 你死了, 爹娘的心要痛死的。 我想了想, 觉得她说得对。 爹娘已经死了, 我得替他们好好活着。 可这一等, 就等了两年。 机会终于来了。 裴家军与藩帮打了多年, 藩帮终于同意求和。 历来建交总要和亲, 可后宫没有公主。 藩帮又贫瘠, 肖无忌下旨, 在后宫选一位工人, 自愿去和亲, 可封为县主, 赏百金。 我求着管事姑姑, 把我的名字写了上去。 我还不放心, 想弄些钱疏通关系, 一定要选我。 管事姑姑却说不用。 藩帮太苦了, 那些工人宁愿不要百金, 也不想去。 提交名字的, 只有你一个, 爱, 你别后悔, 不会后悔的。 再苦, 也苦不过被困在这里, 看肖无忌跟仇人耳鬓撕磨。 但你, 不怕陛下看见不准吗? 肖无忌, 他还记得我吗? 就算记得, 我离开了, 于他来说, 或许是个解脱吧。 我走了, 就在没有人知道他不堪的过往了。 进展很顺利, 内务府总管很快送来了大红宫庄。 江姑娘, 您的画像已经送去藩帮, 藩帮来时很满意, 按照流程, 您该去拜见陛下封献主, 谢恩了。 入宫第十年, 我穿着大红宫装, 走到肖无忌的面前。 他坐在高高的龙椅上, 从奏折后抬起头。 两年未见, 他已彻底退去稚气, 眉眼间满是金贵威压。 与记忆中那个缠着 我叫阿子的少年, 已无多少相似。 他醋眉开口, 语气漠然。 你怎么敢穿大红冲状皇后, 新者库这几年还没学乖吗? 如此无礼, 正在不想看到你。 他还知道, 这是我们的最后一面。 过了今日, 便会如他所愿, 我们永不会相见。 见我不动, 肖无忌陡增怒气。 今日是藩帮来我朝和亲的日子, 你别闹得太过分。 还不快滚回新者库, 等着镇下纸打你板子吗? 他顺手拿起桌上茶盏, 就要往我身上扔。 一旁内奸急忙回话, 这是和亲的喜福, 陛下, 他是那个自愿和亲 去藩帮的公奴。 肖无忌手一抖, 茶盏落地, 碎得彻底。 一小块碎片蹦起来, 在他左脸刮出一道血痕。 他推倒上前的太医, 僵硬起身, 扯起一抹笑走向我。 你胆子大了, 敢收买那间框片镇。 他的声音有些颤抖, 看在幼年情义, 你, 你跪下认错, 朕不跟你计较。 我顺从了起裙摆跪下, 俯身常拜。 公奴将喜儿, 自愿和亲, 就此, 拜别陛下。 拜别我们从相遇相知, 走到相艳相弃的十年。 肖无忌, 你不想再见到我, 我也一样。 不许, 朕不许。 肖无忌力声打断我, 红着眼半跪在我面前, 颤抖着握住我的手。 不是的, 不是公奴, 你是说好陪正一事的。 阿子啊, 阿子。 我的眼前浮起水气, 恍惚间。 仿佛又回到六岁那年, 小少年紧紧抓着我, 不肯松手。 我不要做什么皇子, 我只要阿子。 可记忆中的小少年, 又黑又瘦, 与如今身穿龙袍, 威严金贵之人, 怎么都无法重合。 我垂头不再看她, 往回抽出自己的手。 陛下, 姜喜儿是贫贱姑女, 怎配做您阿子, 您认错了。 肖无忌却愈发用了力, 手指传来一阵剧痛, 疼得我皱眉颤抖, 倒吸一口凉气。 刚结痂的伤口, 又裂开了。 几丝血掺着浓水, 从肖无忌攥着我的指缝中阴出来。 她浑身一颤, 跌坐在地。 双手松开, 看着我满手窗疤张大了嘴, 说不出一句话。 一旁的内奸见识不对, 上前来搀扶她。 陛下, 要不先安排姜姑娘去歇息准备一番。 肖无忌缓过神, 尖色开口, 好,好好歇息, 来人, 送她去太和殿天殿, 再请太医。 陛下, 内奸愣在原地没敢动。 太和殿是肖无忌的寝宫, 除了皇后, 没有人可以住进太和殿。 肖无忌眼尾还是红的, 谋色却恢复了方才的漠然。 肖无忌发脾气, 说必须这么办。 但是没人敢带我去, 说怕陪皇后知道不好交代。 肖无忌闭眼深吸一口气, 而后将我拦腰抱起, 不顾我挣扎, 抱去太和殿后的偏殿。 内奸小步跑着, 低声劝肖无忌, 说按照规矩, 我要和亲, 被封为县主, 应该安排在县主院里, 这样也好筹备和亲事宜。 今夜藩帮使臣就到了, 要是知道和亲女住进陛下寝宫, 怕是不好交代。 肖无忌顿住脚, 谁说是和亲女住进太和殿的。 肖无忌默然开口, 宫女那么多, 随便找一个身形相似的送过去。 内奸跪在肖无忌面前, 不可呀。 陛下, 画像已送去帆帮, 定好的和亲工人怎可不嫁, 万一再起战乱。 工人可嫁, 后妃不能肖无忌丢下一句话, 一把将我扛在肩上, 走出太和殿。 陛下三思, 不可再起战乱了呀。 身后跪倒一片宫女, 太监, 他们都有家人饱受战乱之苦, 可能还有父兄久居战场不可归。 他们不住地恳求着, 看向我的眼神满含怨赌。 这种眼神我很熟悉, 像我看向陪侍皇后的眼神。 在他们眼里, 我就是要破坏他们家庭团圆的仇人。 仇人就该死。 肖无忌丝毫不管不顾, 扛着我大步走进太和殿, 小心翼翼地把我放在床上。 阿子, 和亲我真的不知道是你。 我, 我只是想尽快和平, 尽快丢弃裴家军, 把你接出来。 我。 他坐在床边, 想拉我的手跟我解释, 却又对着满手窗疤, 无从下手。 我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他被我看得有些心虚。 阿子, 我, 我这两年很忙, 我忙得很, 不知道你受了这么多苦。 我还是静静看着他。 他欲发手足无措, 坐立难安, 半跪在我面前, 再次红了眼。 阿子, 你, 你说说话, 你骂骂我, 或者打我一顿, 好不好。 阿子, 你别不说话, 你这样, 我好害怕。 他浮在我膝盖上, 隐隐抽烟, 像小时候每次受了委屈, 跟我撒娇一样。 我缓缓抬手, 像从前一样搭在他的下巴上。 手心触感不再是光滑柔软, 而是绷紧的皮肤和微微刺痛的胡茶。 他已经不是当年的吴迹, 我也不是当年的喜儿阿子了。 萧吴迹握住我的手, 满眼欣喜抬头看着我, 眼巴巴的, 像小时候等着我拿出遗堂一样。 可我只是把他的头抬起来, 而后起身, 后退半步, 跪在他面前。 陛下, 江喜儿是孤女, 不曾再有亲人, 也不敢做您的阿子, 还请您不要耽误和亲。 萧吴迹猛地起身, 大声打断我。 阿子, 你还在生气对不对? 我这就把心者酷的管事都抓过来, 账毙, 凌迟, 或者, 或者直接送去 受十八道刑罚。 我给阿子出气, 所有欺负阿子的人都要付出代价。 他急急说着就要往外走。 萧吴迹, 我扯住他的衣角。 他袭击看向我, 把我扶起来。 阿子, 阿子可以原谅吴迹, 对不对? 萧吴迹, 我认真地看着他的眼睛, 没有人欺负我, 除了你。 让我差点死在血液的是你, 送我进心者库的是你, 两年不管不问的是你。 就算有工人捧高踩低, 也不过是揣夺圣意。 萧吴迹, 你连承认的勇气都没有, 我真看你不起。 和亲之事已定, 我宁愿死在藩邦, 也不想做你的阿子。 萧吴迹的面色一寸一寸阴沉, 眸中西记荡然无存。 他抿紧唇脚, 猛地把我扯进怀里, 压倒在软榻。 我不住挣扎, 衣裳散乱。 他喘着粗气, 双目微红, 俯身下来。 杂乱的气息喷在我脖梗间, 带着浓浓的龙咸香。 阿子, 不论如何, 我绝不能让你离开我。 萧吴迹单手握住我的两只手腕, 单膝跪上。 压住我的腿, 让我再也挣扎不得。 我闭上眼, 泪水从脸颊滑落。 他的动作顿了顿, 轻轻吻上我的脸。 阿子, 我会护着你, 弥补你。 弥补? 弥补什么呢? 弥补我这两年的残缺? 还是弥补那个我差点冻死的血液? 是弥补我们十年的相依为命? 还是弥补爹娘葬身火海? 亦或是弥补我从奴隶场中冒险救下他。 肖无忌, 哪一件你能弥补呢? 刀子捅进肉里, 就算拔出来, 伤口也会冒血。 就算用尽好药, 疤痕也会永远留下。 在每一个阴雨天, 发痒, 发烫, 发痛。 陛下, 陪将军入宫了, 殿门寇响, 那间声音响起, 阻止肖无忌的动作。 他回过神, 手上缓缓泄了劲。 我抽出手, 狠狠扇了他一巴掌。 他被我扇得摘歪, 又被我一踹, 滚下床榻, 龙袍散开, 狼狈落地。 肖无忌捂着脸, 滴滴笑着站起身, 龙好衣衫。 阿子, 只要留下, 我每天都给你打, 打到你消气为止。 殿门落了锁, 我一人被关在殿里。 门外窗边, 站着几个侍卫工人, 丝毫不避讳地大声议论着。 藩邦中原战乱多年, 眼看就能和平。 怎么冒出来这么个人? 是啊, 裴家军忠心护国, 后宫却出现这么个人勾引陛下, 怎么对得起裴皇后和裴家军? 听说, 他是犯了错被关心者酷的, 这回自愿和亲才能出来, 定是耍心计。 他们的声音刻意放大, 似是生怕我听不见。 听说他刚进宫爹娘就都死了, 死的那天, 他宫门都没出, 就找陛下卖惨。 好贱啊, 这种人怎么有脸活着? 爹爹, 娘亲。 我攥紧拳头浑身发抖, 站起身走到门边, 想开口回对, 店门外却又传来一声娇喝, 围在这儿嚼什么蛇根, 也不怕陛下为博美人一笑, 把你们都治罪。 店门打开, 陪侍皇后走了进来, 她白白手, 赶走所有工人, 眼上门走进来, 坐在桌边, 自顾自地蒸了一杯茶, 方才本宫路过御花园, 在东边花坛下, 看见一只爬虫。 爬虫走到阳光下, 只有两条路, 要么抓住机会, 赶紧藏到属于她的干水桶里, 出宫讨一条活路, 要么就是留下来等死。 本宫心善, 愿意给爬虫一个机会, 也可以帮你出宫, 给你一条活路。 她悠哉悠哉看着我, 撵着茶盏, 眉眼微台。 我突然想到, 爹娘葬身火海那天, 她是不是也如今日这般, 好整以侠端坐高位, 像看着无关紧要的蝼蚁。 我挤出笑, 从发际上摸下一只银簪, 一点一点靠近她。 是陛下要留下我, 我何该留下, 在她身边享受荣华富贵, 这样多开心, 不是吗? 她不怒返笑, 对上我的目光。 你开心吗? 江喜儿活在杀害爹娘的仇人身边, 她站起来, 逼近我。 十年前, 城东城西同时起大火, 烧毁奴隶厂, 小药房, 还有两户百姓家。 那把火的源头, 是一场打铁花, 而那场打铁花, 是裴家二房狄次女, 也就是本宫, 安排的。 你知道, 我扬起手, 攥着银簪冲她脖梗扎去, 却被她牢牢握住手腕。 她面色不改, 依旧淡笑。 这么点力气和手段, 还想复仇吗? 江喜儿, 我本是有些佩服你的, 能一路隐忍走到现在, 可现在我真要被你蠢笑了。 你就没有想过, 那场火怎么就跟长了眼睛一样, 你们四家并不相连, 却一起被烧了干净。 那场火, 要烧干净的不是你们, 是皇室不能被发现的耻辱, 肖无忌的耻辱。 她的话让我浑身发冷, 说来我还要谢谢你。 若没有那个机会, 我一个二房狄次女, 也不会被裴家看重, 悉心培养送进宫, 登上高位。 我浑身发冷, 跌坐在地。 我不是没有想过这个层面, 只是我不敢信。 我不敢相信, 我亲手救下来, 悉心陪着长大的少年, 是害死我爹娘的罪魁祸首。 可除了她自己, 又有谁能那么清楚地知道, 该消失的四家呢? 我扯起嘴角, 你找我, 是让我死个明白吗? 陪侍皇后松开手, 淡笑着整理整理发迹。 本宫怀孕了, 算是为孩子积德, 不杀你。 你最好识相些, 今夜有识之后, 本宫来送你出宫。 她得意地走了, 看我心思, 她格外开心。 我知道, 她已经爱上了肖无忌, 有识是藩邦使臣 进宫设宴的使臣。 有识一过, 藩邦便要带着和亲车队起程了。 陪侍皇后带着几个魁梧的嬷嬷 把我打扮一番, 盖上盖头送去大殿。 最好别多事, 不然本宫身后的陪家 也不会放过你。 我听见肖无忌的声音, 还有陪侍皇后的娇笑。 之前的画像错了, 这位也是我中原美人, 特备和亲, 以表我两邦友好。 我被人引着 在大殿拜了三拜, 又送出去。 坐上了和亲花车, 钟声敲了酒下, 花车启程。 我揭开盖头, 从花车一旁 探头回身看了一眼, 指着一眼, 对上了肖无忌的目光。 她愣着原地, 下一秒, 疯了一般地冲了过来。 错了, 阿子。 她的身边, 围上去好多人, 有工人, 有内奸, 还有穿着盔甲的陪家人。 陪侍皇后站在最前面, 抱着小腹, 跪在了她的面前。 阿子阿, 肖无忌声嘶力竭地喊着, 我默默收回了目光, 盖上车帘, 这就够了。 从这一刻开始, 肖无忌和陪家之间, 就会多一根刺。 这根刺, 就算拔出来, 也会永远留下一个坑。 路上颠簸, 江姑娘若想看看风景, 可以出来骑马。 花车脸突然又被掀开, 一张抑郁风好看的脸探过来。 要试试吗? 在下的马很高很漂亮。 她冲我伸出手。 我下意识看过去, 在她手背虎口处, 看到一处清晰的牙印疤痕。 牙印的门牙上缺了一脚, 与我的牙一模一样, 一丝快被遗忘的记忆冒了出来。 六岁那年, 我瞒着爹娘偷偷跑去奴隶场玩, 却看见一个黑兽少年 跟一个蓝眼少年 被围在中央司打。 黑兽少年处于下风, 很快被打倒在地, 滚落一身泥土。 那蓝眼少年一看就不是中原人, 我不知哪来的勇气冲进去, 挡住他要打在黑兽少年 鹅脚的拳头。 那奴隶场老板与爹爹相识, 没为难我。 黑兽少年眼巴巴看着我, 抓着我的衣脚叫阿子, 叫得我心软不已。 我用所有的压岁钱, 还有免费给老板做三个月的饭, 换下了黑兽少年, 也就是肖无忌。 而后来我才知, 那天是蓝眼少年跟老板打的赌。 若我没有阻拦, 蓝眼少年赢了, 就可以换得自由, 脱离奴隶身份, 给老板当打手。 我有些愧疚, 给他送的饭多加了一个鸡腿。 他却趁机掐住我的脖子, 想挟持我离开奴隶场。 我狠狠咬住他的虎口脱身。 在后来, 奴隶场被烧毁之前, 听老板说, 他找机会从后院狗洞逃跑了。 当时我还有点心虚, 因为那个狗洞 是我故意透露给他的。 我还庆幸过, 那样好看的眼睛, 还好没有被大火烧毁。 原来他真的不是中原人, 是藩帮小柿子, 蓝河。 想起我了呀, 江喜儿。 他笑着收回手, 不枉我看着你的画像 亲自来一趟。 多谢你的狗洞救我一命。 你们中原有句话叫, 以身相许, 我便亲自来接你了。 和亲到藩帮的第二个月, 中原传来消息, 萧无忌抄了裴家满门, 裴皇后被打入冷宫。 和亲到藩帮第五个月, 萧无忌带着所有大军, 御驾亲征, 逼近藩帮边境。 他亲笔书信送来, 不求藩帮臣服, 不求钱粮地皮, 只求藩帮把我交出去。 蓝河揽着我, 摸着我微微凸起四个月的小腹。 怎么办呢? 汐儿, 那就去看看, 让他给我们的孩子 一份贺力可好。 蓝河揽着我走上城墙。 萧无忌看到我的那刻, 激动不已。 阿子, 我来接你回家。 蓝河轻笑一声, 悠悠开口, 萧无忌, 你的阿子已怀有身孕, 你是作为大舅子, 特来送礼的吗? 萧无忌气得目字尽烈, 当场吐血晕倒。 倒下时, 竟没有几人上前搀扶, 毕竟他的身后, 从前都是裴家军。 他杀了裴家军, 没有几人诚心臣服他。 他对不起我, 也对不起天下。 萧无忌吐血晕倒, 被送回京都皇宫。 又过了两个月, 传来消息, 裴氏皇后产下一名男婴。 裴家军扶持裴氏皇后 携幼子即位, 萧无忌咬无音讯, 不知死活。 兰河抓住机会, 带着藩帮兵马大举进宫, 势如破竹, 拿下了中原。 打进黄兜时, 我刚好生产。 孩子百日后, 兰河亲自接我回中原, 住进他打下的皇城。 陪侍皇后被关在他的寝宫, 兰河交给我亲自处置。 我罚了他火刑。 七七四十九日, 每日把他浑身涂抹隔火药, 扔进火油泡过的麻袋里, 用烈火灼烧他全身, 再扑灭。 可惜他没撑那么久, 到十九天的时候, 就被烟火火呛死了。 他死后, 蓝河下旨拆除他的寝宫, 重新给我塑造一座新殿。 拆除的时候, 意外发现了一间密室。 里面骚臭不已, 一张床上用锁链锁着一个人, 浑浑噩噩, 嘴里叫着阿子, 阿子, 回来。 娘娘, 这人是工人问询我。 我看着他, 淡淡开口, 他呀, 只是一个奴隶。 送去奴隶场吧。